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不是这么说的 大家应该发现很有趣 就是有一件东西叫Croarra 我不知道 我先查一下中文是什么 发现了一个环 但是这个新闻普及到 连《纽约时报》也详细报道 换言之这个不是一个所谓天文学的新闻 这个是一个科报的新闻 是吧? 是 是 是 首先说这件事本身是什么 这个故事去追溯一下 其实在20年前 小弟刚刚完成了一个碩士课程 走去教书 然后就回到自己中文大学那里 听回一个讲座 就是关于这个星的发言 这个星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那天就曾经有人讨论过 它可不可以叫做第十行星 以前我们讲九大行星 现在讲八大行星 但是我们未淘汰冥王星之前呢 其实我们不停地都是继续尝试发现 冥王星的轨道以外 又没有其他古怪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东西 在那些叫古巴大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继续围着我们的太阳转 不过那些东西就是 大大就比较小 碎 轨道相对没有那么稳定 还有那个橢圆非常之不是圆形 极度偏 偏了变形的一个橢圆形 然后上面的 如果变得极度橢圆的时候 它很多时候又进入了一个比较近的轨道 近多一个地步 它是会比起冥王星更加近太阳 其实冥王星自己很异的了 它有时候的轨道会近一点的 入了海王星轨道以内 所以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就会觉得冥王星的轨道就不够圆了 都还是偏橢圆了 它的行为就比较像古巴大的物质 所以在讲十年前左右开的那部会 就将冥王星淘汰了九大行星变成八大行星 但是在20年前我们就曾经发现过这个华尔华这个星 我们一度是说不要把它叫做第十个行星 那现在它这个行星 就是自从冥王星被人淘汰之外 它更加不用想可以做到行星 它就同样被冥王星去归类了做叫做 off planet 矮行星 一样是围着太阳转 但是行为和一般的行星是会有分别的 而且它的成分和它那个能够 清空轨道上面其他物质的能力都是有分别的 于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矮行星 那为什么这一块已经消失了在别人视野到这么久的东西 突然之间上一些那么重要的新闻那里呢 那就是我们竟然发觉到 这个这样的行星仔 这个这样的矮行星仔 它都有个环在那里 那都很棒的 因为它本身这个矮行星 你已经很难去看到很难去发现 你还可以找到它有个环在那里 那就是说我们那个摄影的灵敏度很高 那如果你说天文上 我拍到仔细一些的有个环 那又怎么样呢 那个故事就完了 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能够给到一个很令人矛盾的问题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它有个这样的环 是这个这样的尺寸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譬如你讲着木星和土星 那它们有个环 它们的环很多时候就是一些 上面有些 原本可能有些更加大粒的卫星形成不了 所以它就拉散了 变成一个环 那它这个原因 可以是因为它们木星或者土星 它外面其他的卫星造成 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木星和土星本身的引力太大 它令到很多比较靠近它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拉散了 形成不了一个卫星 那这件事是什么机制来的呢 那大家要明白一句话就是说 其实呢 幸好我们的月亮呢 都是来我们的地球 足够有回到差不多的距离 如果我们的月亮呢 这件物质在形成的时候呢 它处身的轨道呢 是太过近地球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会被地球本身的引力 造成出来的那个叫超值力效应呢 是拉散了 拉散了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它那些物质可以继续在它那个轨道上面运行 但是呢 有部分会被地球扯下来 但是呢 剩下来在轨道上面的东西呢 就没有办法凝结成为一粒的月亮 而是会变成一个环 就是这些环的形成 很多时候呢 就是如果木星和土星环呢 就会涉及到就是说 木星和土星本身它很有能力 将它比较近它的东西 来拉散了 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环 它就形成不了一粒很大的月亮 结果就只剩下一些很细碎的月亮 有很多个这样的 那也是因为木星土星它够大呢 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够强呢 于是会出来的环都比较强的 那土星环就很明显 其实木星也有环的 但是就不是肉眼看得到的 天皇星也是一个天皇星环 那它的环处身的位置呢 就我们知道了 一定要在某一个特定范围以内 那样东西我们有个学术上 有个名叫Rose Limit 就是Rose这个人去推导出来的 就是说你那个范围是 小过某个范围呢 那些卫星就不能够成功认成到 它就会被那个主星体的潮值力 去拉散了 好了 现在我们呢 对于这个物理学 对于这个潮值力的认识 对于这个Rose Limit的认识 R-O-C-H-E 那个字是这样串的 那我们合理解释到 那个土星环 木星环 和天皇星环 它是应该相对都要在 比较近去行星的周围那里形成的 但是这个跨欧瓦这个矮行星呢 就很特别了 它有个环 但是它的环呢 是出乎意料地 在很开变的地方 就是如果按照正常来说呢 那些物质 堆積在一个这么开的地方呢 这个东西应该 那些物质是可以自己组成 成为一个小小的卫星 小小围绕着这个跨欧瓦星的 一个公转的一个小月亮来的 但是它没有形成到这个小月亮 反而就被拉散了 成为一个这样的环 那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令到它上了这个自然期刊 甚至乎是New York Times的重点报导 因为呢 竟然是一个 我们这么近 我们的一个太阳系 在一些星体上面 找到一个很简单 我们认为已经解决了天文现象 竟然我们也解释不到 那于是乎呢 去解释这个跨欧瓦星 它那个的环 为什麽可以是 那么大 那么开呢 就成为了一个天文学上面 一个新的不戒之迷 那我们查到它的中文名字 叫做创神星 是 好笑的 那这个创神星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你可以想象它是 可以比起冥王星离我们更加远 就是离太阳更加远 但是它的轨道相对 椭圆的情况更加严重 如果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甚至乎有 也都有时候轨道进去 在王政那里 也不奇怪 但是 它轨道的周期 一定会是比这个冥王星更加长 冥王星轨道周期二百多年 那么这个这样的距离 应该是更加 指会是更加长 那么其实我们还找到 其他一些更加软的物体 是围绕着这个太阳来去转的 有个名字叫做Far Outs 有个星叫做俗称 有个叫做Far Far Outs 那么说它的轨道周期是上一千年 也都我们是找到看到的 但是当然我们的灵敏度 足不足够看到它们这个星 外面的一些其他得意的结构呢 那应该还没看到 但是这次呢 我就觉得 也很惊喜 就是对于这个比领王星更加远的 这个Draft Planet 我们看到它的环 也都确认到它的环 是不合理地在一个这么开的位置 令到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 这个天文学的不解的问题 那么接着来就是说 这个问题应该受到注视的 因为竟然一个这么简单的物理 就是一个纯粹 胡敦令学应该解释到的 一个现象竟然解释不到 那么那里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令到它形成了一个环 而不是形成了一个 形成成一个小月亮呢 那这个就留下我们会留意着 有没有人去试试解这个问题 是啊 那就查到它那个轨道周期 是286年了 是啊 那就是说它环绕那个太阳的时间 是等于我们地球的286年 是啊 是的 那如果冥黄星去230多 好像是 其实那个轨迹和这个冥黄星 不差太远的 是啊 是的 如果它286年了 230多的背后 你意味着的轨迹 不会差太远的 真的 因为它那个 的百分比 不是差得很远的 嗯 那我们是不是要很迟的时间 我们才能发现到一颗星呢 因为它那么远 它看不看得到的 我们就是 这些一定要用仪器来看的 这个在说发现 都说了2000年后才发现的 哇 这个很远的事情 我怕就是说20年前发现 然后在我们等了20年 看到它的环 那就是 就是 几了不起的 因为这个本身的星已经很弱了 它的环就更弱了 那我们的灵敏度 也提到这么高 才知道它有一个环 那我觉得很势力的 当然你说最悶的答案就是 原来我们发现这个环 是一个 错误结论的结果 原来根本没有这个环 那可能就是 最悶的答案了 是啊 但是如果有 那为什么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觉得就是 这件事是非常惊奇的 那说到底 我们现在究竟是八大行星 九大行星一定是十大行星 就是怎么define这件事呢 继续是八大行星 就是说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六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那就是这八大行星 那我们认为它是这八大的原因 就是很简单 它是在这个轨道上面 同一个轨道上面只有它 其他周围多余的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曾经有人去说 会不会在地球上面 躲在太阳背部 有另外一个其实是地球 只不过长期被太阳遮住 我们看不到呢 会不会可以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原则上可以的 但是地球应该在它形成的时候 已经将它轨道上面其他东西是清空了 哦 就是总之就是那条跑道 一定是你这辆车走的 是的 而且跑道只有你一辆车 然后就是轨道很圓 就是比较接近圆形 然后它的成份一定要符合某一些的标准 就是每个太阳系都是这样的 比较近去主要的太阳中间的那些 就是比较实正一些小的那些 但是呢 如果有些比较大的那些 就会是有些比较密度比较低的 木星土星那些 但是其实你说如果更加多 就是很多的其他太阳系 其实在它很近它自己本身的太阳位置 已经附近有个木星那些 已经是 但是我们的地球 就是我们的太阳系 都有一些特别之处 那就会是零零细细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这些比较密度高、实际一些、小一点的东西 它都是根据这个定律去形成它的体积和转动的轨道的 是的 我们现在也都 就是说我们找我们太阳系以外的其他移居行星 我们继续找到很多的 就是各种都有 有些可能就有个密度很高很大粒的木星土星 就很近去自己本身的太阳 但是你说会找到一些好像我们这些的setting 都有 是的 所以就是 就是我们都会说 会不会有机会都找到其他的移居行星 那我们现在找到很多的 那我们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说 可不可以再仔细看到它上面有些什么 甚至如果你说再想远一点 会不会直接有一些文明的讯号可以看到 这个就讲到很远了 这个就 是啊 但是看下去 遲早有一天你都会解答到这个问题 因为看都没有的 应该通常都没有的 现在你看到这么远 是吗 是的 是的 还有我们都不停地去提升我们的观察 我们的观察 望远的灵敏度 是啊 是啊 那你现在去看这个环 其实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更加多的资料 那其实这次呢 我现在暂时没有很清楚 它那个环看得出来的 那个信 原先的那种信号是怎么样 那你要看 就是如果真的要看得出更加多的资料 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解像度再提升一下 其实就是上面的成份是什么呢 我们都很有兴趣 那就是如果这样估计的话呢 它照计应该就跟它主星上面那些 这样的物质都差不多 可能都是很多的冰粒在上面 都不奇怪 但是它这个来源是来自哪呢 它形成的时候怎么形成呢 那很多东西都是很不解 因为首先它出现了它那个位置 都是超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那究竟那些东西是怎么去做呢 会不会后来加入 还是一早已经形成了是这样呢 那我们就暂时就没有任何资料 去帮我们去验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环的angle 有没有物理学的因素决定 嗯 那这样 很多时候呢 这个环呢 照计应该跟它那个自转族 是要是一致的 就是你基本上有个环 你知道它怎样是 是顺时针亦是针在转 应该要是这样的 那而在太阳系里面 比较主要的那把大行星 它那些环呢 大部分呢 都跟它那个自转 甚至乎跟它的公转方向很接近 除了天王星 它是一致的 金星呢 也是另外一个意外来的 但是金星就没有环 但是天王星的环 你看它跟随着整个转动 整个环就是打荡了这样 通常我们预期就是 它自转 它公转 甚至它的环的摆法 都是差不多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你看木星 土星那个都差五年 但是呢 都未太过分 但是天王星那个可以差很久 我们就会认为 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来自 它跟随整个太阳 是形成的时候 流下来的那些转动的角度量 而流下来的痕跡 但是为什么它打斜了 为什么它应该 可能会不会受到一些撞击 它受完撞击之后 才形成到这个环的话呢 那就更加合理解释到 这个环为什么会斜了 所以你会发觉 不过意想想想想 都引申了很多 关于它形成故事背后的物理在这里 就是只是看到环 不止的 那个环怎么摆 那个环它处身的位置多越少 其实已经有很多事情 要慢慢去解释它的由来 嗯 好 这次要结束 我们下一节就回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也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